九龍城有私家車在天橋起火 示範在太子道東往旺角方向的天橋 觀眾提供的片段見到 起火私家車不斷冒出濃煙 現場交通濟塞 警方下午3時多 涉到私家車司機報案說自己的車起火 司機和乘客安全離開車上 屯門一間村屋發生火警 一個男人分為宋縣 起火村屋在陽景路、陽小鏗村 警方接獲起火單位的鄰居報案 消防亦都接報到場、張火救息 一個58歲男人吸入濃煙後昏迷 送去屯門醫院救治 另外有6個人自行疏散到安全位置 經初步調查 懷疑有電器短路引致火警 原因還要調查 行政長官選舉李家超 1416張支持票 當選擇一任行政長官 得票率99.16% 是歷價最高得票行政長官當選人 我現在宣布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 在上述選舉中當選 李家超當選後在台上發表感言 感謝選委和市民支持 衷心感謝每一位選委 無論是支持我還是不支持我 我都衷心感謝 今天也是母親節 也是佛誕 也是國際紅十字會 所定的世界微笑日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都可以很開心地 迎接今天一個這麼有歷史性的日子 所以再衷心感謝每一位 去關心今天選舉的所有朋友和市民 今天這麼難得的機會 就我容許我請我的太太 跟我一起分享一個這麼有歷史性的時刻 太太林麗善上台祝賀 但兩個兒子就未有現身 一批支持李家超的選委 亦到台上和競選團隊一起合照 有1428個選委投票 投票率是97.74% 即是有33個人沒有投票 點票歷時大概23分鐘 李家超最終得到1416票支持 白票不支持 在以往的選舉入面 如果出現有問題的選票 選舉主任會邀請候選人和他的團隊一起核實 今次選舉主任就說 有4張未經填畫的選票 但在點票過程中就未有展示 《無線電視》記者 澤娟文部 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正式開始運作 李家超當選後 隨即乘坐政府座架到位於灣仔入境事務大樓26樓的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辦公室早前已投入服務 將協助李家超組建新一屆政府的政治領導團隊 籌備制定新政府的施政計劃 並和現屆政府做好交接安排等等 辦公室有超過20個工作人員 袁行政署長鄭忠偉出任辦公室秘書長 葵涌葵方村葵信樓下午3點起被遺風強制檢測 當局在大廈外設臨時採影站 受檢人士要在晚上10點前檢測 預計是明天上午8點半完成行動 政府因應大廈污水檢測的病毒量 相關確診個案情況及其他環境因素等 經風險評估後作遺風強檢 李家超當選之間說 會忠誠堅毅承擔歷史使命 有信心找到人才 組繁成功 上任後首要解決土地房屋問題 又認為維護中央和港人利益 兩者是共通的 李家超當選之後拖著太太 連同競選團隊等等發表勝選宣言 再次感謝選委日支持 說會更好服務國家、香港及市民 我將忠誠地、堅毅地 承擔這個歷史的使命 堅負這個重大的責任 團結和帶領740萬的香港居民 同為香港開神騙 發展是解決很多問題的關鍵 我們必須加快發展 增強緊迫感及主動性 新一屆政府 要利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以成果取信於民 成為歷任最高得票率的行政長官 同時有8票不支持 李家超說明白仍然需時令市民信服自己 這個我明白 是要很大的努力 不過我相信市民是眼睛雪亮的 一個誠意的政府 一個將會是能做事 做成事的政府 我相信最終會獲得市民的支持 他指現在要早班形容時間緊迫 但感受到非常多人願意加入 上任後首要處理土地房屋 優化醫療系統 令青年向上流等等 被問到如何難料 接好特首向中央和特區的雙負責制 李家超這樣回應 兩方面我覺得是共通的 中央人民政府希望香港發生的 和香港社會大眾希望發生的 一定是一致的 因為大家的利益 都是希望香港長期發明穩定 大家安居樂利 我會在這方面做最大努力的工作 也都確保最大的利益 會受惠於所有香港市民 他強調非常自覺香港有需要 和全球互通 和內地通關也都重要 相信內地心是香港利益 未來雙方討論通關的時候 有信心找到出路 他在最後再次感謝家人的支持 我非常感謝我太太多年來 因為我很多時只顧工作 時間的確比她們少了很多 但是她真的很盡心盡力幫我照顧家 我是非常感謝她的 香港的確是穩定下來 但是也潛伏著一些 繼續破壞香港的力量的 所以我有非常艱鉅的工作要做 我希望她們不需要因為我的工作 而有所影響或顧慮 當選後李家超見傳媒近一個小時 答了百家媒體的提問 她發言的時候也主動感謝記者 在競選期間的報導 無線電視記者郭榮欣報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澳門特首賀一誠 祝賀李家超當選 港澳辦和中聯辦也都發聲明 說今次選舉是新選舉制度的 又一次成功實踐 選舉結束之後 特首林鄭月娥發聲明 衝心祝賀李家超當選 又說稍後將會向中央政府 提交選舉結果報告 她和本屆政府會和後任行政長官做好交接 並全力為新一屆政府就任 提供一切所需協助 澳門特首賀一誠也都發賀涵 說港澳交流和合作卻有成效 衝心希望兩地繼續攜手並進 精神合作 在粵港澳大灣區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聲明 說今次選舉是香港新選舉制度的 又一次成功實踐 符合一國兩制原則 貫徹愛國者治港 港澳辦說 這次展現新選制新氣象的成功選舉 李家超高票當選 充分反映香港社會高度認同和肯定 建訊新一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會把握好歷史機遇 站在新起點的香港必將再創新輝煌 中聯辦就說特首選舉呈現出理性 團結、進取的良好氛圍 充分展示出新選制選言任能 匯在愛國、愛港力量的進步性、優越性 相信李家超將會不負眾望 團結帶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開啟香港由志及興的新篇章 無線電視記者一層今部報導